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最主要介绍的是 足踝的练习 我们的脚呢 承载了全身的重量 它很辛苦 那要如何好好的放松 以及如何来好的锻炼它 我今天会有两种练习的介绍 第一种是教你如何放松足底的筋膜 第二种呢 是教你如何做足踝的锻炼 让你的脚变得很强壮 很稳健 请大家试看看哦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足底筋膜的放松 那今天呢我会先带球 好 这是足底筋膜的按摩球 好 一个边加一 那我先示范一下等一下 我们的位置 不好意思 太高一点点 位置在大拇指脚球后方 这个地方 第一个操作 然后慢慢的呢 往右边整圈 好 现在呢 请你把这颗球放在你的右脚 大拇指脚球后方 好 好 那一个重点呢 脚跟要找到第一端要固定 好 那现在你慢慢把你重量放上去 有点紧紧的对不对 OK 好 那现在你的脚拿下手来抓 好 松 松 小心 脚跟要固定 抓 松开 很痛哦 很有感觉哦 再抓 再松开 快点有感 嗯 再抓 再松 好 现在呢 球在第二根脚指脚后方 下来有些 你找到肌腱的缝 有点卡进去的感觉 好 左右的推波 好 放松一下我们足底的筋膜 好 放松一下我们足底的筋膜 很有感觉对不对 非常的有感 就好像做脚比按摩一样 对 OK 反过筋子之后呢 再球移到二三根脚指中间 往下往后一些 你找到肌腱的筋膜 好 再左右的推 蛮有感觉的 好 大概重复个四五次之后呢 再次移动 移到三四之间 OK 好 去感受慢慢力量施加 然后呢 以酸爽为原则 如果刺痛脚 你看麻的话就危险 要放松一些些 好 再次左右推波 好 三四根之后呢 再来次四五之间 四五根 好 找到那个经验的缝 可以把它卡进去的感觉 好 慢慢的推波 每个人感受不同 但是都有感觉 他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们了 好 放松 OK 好 前车车盘之后呢 我们变成球 来到我们的内侧 脚伴内侧 一来是到我们的脚伸后方 然后你换得到半颗球 好 左右慢慢的推它 这边也蛮酸的 好 对 有比较好一点点 对 足底呢 是我们身体各个气脏的一个反射区 好 每个地方穿处 就提醒哪些部位呢 要注意的 好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中间 对 往中间 好 拨开 然后到后半段的时候 一个重点注意力清楚哦 变成前脚掌才好 对 要一段步 第一位球比较硬 防止收伤 好 再踩下去 一来推波 好 把它左右左右 拨开 拨开 好 那如果给大家练习 你可以多操作久一点点哦 好 我们现在马上换气 换一来脚跟脚定 换成外侧 在小指脚球后方开始 看得到半颗球 OK 好 一来 慢慢的推 好 慢慢的推 把这边的紧绷呢 给它松开 好 我们要快转咯 好 接下来的话 那变成前脚掌手臂 对 前脚掌 后侧的话 那一段固定很重要 好 再拨开 那你在家里的话 你可以用棒球 稍微没硬度的球 但是不要过硬 你也可以试看看 好 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棒球如果在中间 好 现在回到中间 好 要轻一点点 棒球才够大 单向刷 刷去用力 回来 轻轻带回 单向 回 好 往前 也是可以 对对对 好 推收 推收 单向出力 回来轻轻带回 就像我刚才讲的原理一样 因为你如果来回的话 其实效果是不好的 应该单向 单向 才会被等它 舒展开来 好 那现在我们做完一边 现在来做一个检测 我们一起来做个前弯 双脚也蛮弯 OK 好 放进这个前弯 感觉它 右手 你看一下它是右手 右手这么大了对不对 左手还差一点点 因为我们收了右侧的脚底筋膜 右边就变轻松了 右手就变长 然后后面你也觉得比较松 OK 好 谢谢佳音 那接下来来学习如何做足踝的一个加强 请大家呢 双脚也慢动换 与你的屁股一样的换 然后呢 十根脚子 鼻子朝前 没有外背 也没有内包 好 肩膀放松 膝盖也放松 不要趁着你的膝盖 然后呢 一个吸气 脊椎也很转 但是不要手牵哦 吐气 重心来到前脚掌 身体 鼻子前起 脚趾 鼻子朝前 然后重心都在你的脚趾 强化你前面 脚趾的功能 好 接下来 让重心慢慢的shift的后面 变成十根脚趾翘起来 但是你要是用你的大拇指脚手来帮你刹车 好 当你脚起来身体呢 会略略的后腰 控制住 好 再次shift到前面 中央shift到前方 脚趾头 刹车 身体呢 就像一块板子一样 好 没有前度也没有后翘 直直的 接下来再次往后 shift到后面 脚趾头都翘起来 然后呢 用你的大拇指脚手刹车 这样子可以重复多做几次 好 接下来呢 慢慢的把你的大拇指轻压 往下压压下去 好 压下去的时候 那你的内侧就会轻动 那你可以在似乎都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 整个内侧往内的感觉 再从你的大腿来自然的内心 你会觉得从你的小腿到大腿内侧 一直到你的小腿都有收缩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要切换 现在变成大拇指离开 小指头压 贴平 整个外侧先贴 好 这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你对足够外侧 小腿外侧 大腿外侧 大腿外侧 那如果要加钱的话 就是很多很多 外把很多很多 非常的多 好 这次慢慢的shift进来 内侧 好 内巴 加强我们内侧 足够的一个断念 OK 好 可以引入几次之后呢 在shift的外侧 外侧脚 好 再慢慢回来 膝盖放松 好 这是第一个练习 好 下一个练习是吸气 吐气 坏泥 肩膀放松 然后呢 把你的脚趾头 通通翘起来 接下来呢 慢慢的把你两个大拇指下压 大拇指贴定 内侧脚高 好 保持大拇指 内侧贴地的同时 小指压地 外侧压地 同时 膝盖外破 五四头肌 整圈 大腿整个起动 好 接下来重力慢慢往后 可以让它在蹲地里 要保持微笑 这时候呢 大腿很痠 开始燃烧 启动肌肉的力量 减少关节的带长 OK 好 今天就起了呼吸之后 再拉它起来 好 那跌脚的练习呢 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加强我们足弓 跟脚趾力量的练习 好 那怎样做呢 好 双脚也慢慢站好 四根脚趾力超前 OK 然后呢 你先把你的肩膀放收 双手自然的练习 放在你的肾力量侧 一开始的呢 一个吸气脚跟腌起来 吐气有控制的 慢慢的落下 当你气吐完 脚跟也刚好落下 好 吸气脚跟腌起来 吐气缓慢有控制的落下 大概做三五次之后 加上我们的手 你想象一下你的肩脚 像翅膀一样 往左右挡开 好 又吸气 脚跟腌起来 吐气 手跟脚慢慢有控制的 慢慢的落下 吸气上 吸气上 吐气下 吸气 吐气 接下来呢 双脚脚跟相抵 外包 好 前面几次呢 你的手不用参应 先专心在脚的部分 好 外包之后呢 一来一个吸气 脚跟腌起 好像跳巴还有一样 OK 好 吐气缓慢的这样 吸气 吐气 重复三五次 加上手 吸气 双手像翅膀一样张开 吐气 手脚有控制的配合呼吸 慢慢的下降 吸气 吐气 再来是变成内巴内侧的一样多一些些 好 那你可以的话这样子想碰 内巴一般的人都会比较不稳 包括我也是 好 吸气 吐气 慢慢降落 吸气 手都麻辣要不要擦腰都OK 放上每个人 好 吐气 手 加上手 呼吸 慢慢的加上手 慢慢的加上手 吸气 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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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但是有一個可以試看看 接下來我們要來學習幾個可以鍛鍊我們五四頭肌的練習 那一般你們看到都是那個深蹲對不對 深蹲會討論膝蓋能不能超過你的腳趾的話題 因為常常會造成膝蓋的代償 那我這樣的練習會避開這個話題 因為膝蓋比較早參與 可以專心鍛鍊我們的曲感 還不是頭肌的力量 好,第一個動作來到金剛會姿 OK,那雙膝呢,依然是一般同學 然後呢,一個重點喔,你的腳勾勾進來 當你的腳勾勾進來的話,膝蓋的參與比較爽 然後呢,肩膀放鬆 一隻手在前,一隻手在後 它好像呢,把你的身體固定住夾住這塊板子 身體沒有前傾也沒有後腰 好,吸氣 吐氣 吐氣,身體鼻子後勁 後勁 停留一下下,你會感覺到大腿的起動 好,再慢慢的往前 吸氣 吐氣,身體鼻子後勁 可以在這邊停留幾個呼吸 肩膀放鬆 好的 蠻辛苦的喔 接下來的話呢,後來那隻腳被放平 好,腳被放平 然後呢,肩膀放鬆 好,吸氣 吐氣 吐氣就是往下走 墊梯下樓 到八樓,七樓,五樓 然後你都會正體留一下下 好,大腿來開始爆炸燃燒 好,再慢慢的下樓 再往下降 降到一樓的時候記得喔 你的臀不可以跟他腳放鬆 勾一下下 好,再慢慢的便利上樓 重複做個幾次 天佑的時間長短 以當下的狀況的決定 當然你久一點點也是更好的 辛苦啦 謝謝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一定要跟我們點贊喔 想看什麼樣的練習呢 請告訴我們喔 跟下面留言喔 好,謝謝大家 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還有按小鈴鐺 這樣才能夠隨時收到我們影片的練習的通知喔 我們下次見喔 我們繼續聊,下次見,掰掰